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蔡医师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要让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比较减少发作 除了要均衡饮食跟正常的作息之外 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的介入呢 是 其实我们一般治疗上就是 我们有两大主流 第一个要口服用类固醇 第二个是口服的免疫调节剂 各位观众听到类固醇就很排斥 就知道它有很多副作用 其实类固醇其实是治疗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首选用药 因为第一个它的效果很快 你的疼痛会缓解 而且它不只会缓解 它会让你的免疫系统趋向正常 所以它不仅治标 而且治本 我们搭配上免疫调节剂的目的就是说 毕竟类固醇有它的副作用 所以我们当类固醇达到它的效果以后 我们慢慢把类固醇减量 对 然后我们就免疫调节剂 就慢慢发挥它的功效 那它这样子长期下来控制就会很好 关节就不会变形了 所以千万不要一听到 那个类固醇就不用这样子 对 那医生我想问一下 像那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那个患者 他穿鞋子是不是要多注意 像我穿高跟鞋是不是不可以 是 马上这样NG 对 因为其实女孩子爱漂亮 穿高跟鞋无可厚非 但是一般鞋根希望就在两寸以下 两寸在五公分 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它那个鞋子头不要太尖 不要太硬 因为它会 因为我们脚趾也会被类风湿所摧残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保护我们的双脚 所以我们的前面的那个喧头要比较圆 比较宽 然后它鞋底要比较软 才不会有什么后续的足底筋膜炎 原来如此 就是它如果喧头比较宽的话 对 我们关节已经变形了 可能又被挤压被变形更严重 如果 如果肩头的话 对 旋软太紧太窄的话 太紧的话就会有这个问题 就会反而让关节更容易变形 因为它长期受到挤压已经歪掉了 那如果反过头来回来看 我们这个肋风湿性关节炎 除了侵犯我们的这个四肢关节之外 它也会侵袭到我们身体的气管吗 也会 其实类风湿性它其实不只是关节为主 但其他的部位 比如像心脏 肺 血管 其实都会有影响 那最后这边要想问这个蔡医师 那我们运动的话 有没有哪一些是可以做的 哪一些是不能做的 是 其实运动也很重要 其实有我们三个部分 药物 运动 还有营养 这三大部分 其实营养跟运动 其实就要靠病人自己的努力 那运动来讲 其实一开始比较求好心切 做那种冲击力 对关节冲击太强的运动 像跑步 跑步或是说什么举重 那些那种冲 或是太剧烈的运动并不适合 那一般比较适合运动就是 比如说你现在刚开始快走 做一些有氧的运动 就是它的运动强度不强 但是运动的时间要长 训练你的心肺功能 训练你的肌肉强度 那另外就是你像骑脚踏车 或是游泳 其实也都有帮助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就可以多做一些比较低强度 但是持续性的 而且要记得的均衡饮食 跟维持好的正常作息 虽然类风湿性关节 也没有办法治愈 但是如果遵从医生的指示的话 它还是可以有效控制的 我们今天很高兴 谢谢蔡医师 谢谢冒博 以及现场的两位观众朋友 我们健康日记 下次见